客氣超之 周圍撲水 卡路票房多億 一票難求 看他的戲 還是喜歡他夠新鮮 說些你不知道的事 這次也是吧 繼海角七號和塞德克巴萊之後 又再用日志時期做背景 當時我在寫賽德克劇本的時候 是查了很多資料 因為在查資料的過程中 發現很多更精彩的故事 在台灣上了兩個星期 票房衝破一億三千萬新台幣 鳳家日還引起搶飛潮 贏盡口碑 看來很快回本 因為他這次拍攝也是超之 他這次拍攝也不是第一次了 08年拍海角七號 人生第一部電影 就好支撞了五千萬新台幣 想不到當年票房錯 還一炮而紅贏了口碑 20年再搞大製作 拍塞德克巴萊 光是搭過鏡也花了八千萬 總共花了七億新台幣 還因為超之月到處撲水 幸好拍得成 那年票房上下兩集加起來 台灣總票房大收 大約十三億二千萬新台幣 看見他兩套長片這麼成功 難怪今年他新作的Kano 都一樣這麼等本 差不多重建了整個甲子圓景 明天晚上また君と笑いたくれと 綜合1930年代的加爾市 好想去一下 不過sorry了 因為快地是問政府借的 拍完就即拆了